来自韩联社的一条最新消息 今天韩国法务部决定将应中国政府的要求 把中国公民刘强引渡回中国 刘强曾经在日本火烧靖国神社 并向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投掷燃烧瓶 据报道韩国法务部在中日两国都要求引渡刘强的情况下 通过首尔高等法院的审查之后 决定将其引渡回中国